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如這個圖 這個T型ABCD中 AD跟VC平型 這個角A它是90度 那現在它說 如果這個AB 切這個原歐於1點 而且呢AD是等於5 然後VC是等於9 它問這個圓的半徑是等於多少 那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是90度 那這兩個平行 所以這也是90度 那這個是切點 所以我連接EO 那這也會是90度 因為這是切線 那這90度的話 所以這三條線是平行的 那這個是半徑 這也是半徑 所以這1比1 那我們曉得說 這兩條線的三條結線互相平行 那麼它的這個 是乘比例的 這個比這個會等於這個比這個 這個是結線的線段比的性質 那這是1比1 所以這是1比1 這也是1比1這樣子 那既然這個 比這個是1比1 所以這兩點的話 這一點是這一條線的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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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EO是這個T型的中線 那我們就帶那個T型 T型那個中線的公式 這個EO等於多少 EO呢就是等於2分之多少呢 上比加下 5加3就是9 這個是14 40除1 2是7 但是EO 事實上就是 這個圓的半徑 所以半徑等於7 所以這一題 答案應該要選C 半徑等於7 1 1 2 2